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透露 卫生部曾经在2017年3月 在雪拉额道苦痛热症黑区 释放含有获巴克氏菌的蚊子后 成功减少了50%到80%的苦痛热症 我国也是继澳洲后第二个采用瘀毒攻毒的方式 扑灭黑斑纹的国家 今年1月到6月之间 全国共有6421宗苦痛热症病例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92%或29986宗 死亡个案则从去年到53人 增加到93人 马兴社新闻台采访报道 明镜与点点栏目